Ivy我想要问你,通常你去一个城市旅游,你第一个地方会先去看的,先去走的是一个城市的哪一个部分? 我想应该会去旅游圣地,例如小屏幕。 拜托我花了钱了好不好,就是非常那么远。 要去吹人家冷气。 对,像我去泰国的时候,我想还蛮深刻,我就是一到,然后我就是走在街头。 我会特别说要去选什么区块。 真的吗? 我就是那种很自由的灵魂。 你是不是比较自由,就是没有目的性的那种,就是去到哪里就看到哪里。 我就喜欢这种没有目的的走,然后突然间看到一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惊喜。 好过我就跟着手册,或者是人家网上的介绍。 但是我觉得认识一个城市最快的方法,就是直接去到他们的所谓的市集, 或者是他们的人民通常会活动的一些市场,一些农民市场,或者是他们的所谓的巴刹。 你知道吗?因为很多具有历史价值的一些老城镇,其实都承载着当地的居民的回忆, 还有旧时代的一个变迁,都可以在那个地方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痕迹。 尤其是来到古境猫城来游玩的这些游客们,通常来到古境的第一个动作,我们就会当地人, 就好像我本身,我就会直接带他去走一趟老巴刹。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古境的故事,典故,华人的变迁,都是在老巴刹开始的。 所以说当,因为我不是古境人嘛。 所以说你带我去老巴刹的时候,我一定会有很多的问题。 我知道,所以今天我就把我们的导览员,专业导览员, 请到来我们的节目当中,他又为我们这次的老巴刹的调研, 还有纪录的文史活动的导演,也请来我们节目现场, 来带你走一趟老巴刹的历史漫游。 其实老巴刹是从沙月沿河而立的很长的一条街, 从海淳街一直到雅达街,游海街,花香街,延伸到老大石路等等。 那这块老城区是我们本地的华人历史记忆的一个入口, 也见证着我们不同籍贯的华人大举南下的悲壮的一个历史。 那这次在沙拉月旅游艺术和文化部的支持之下, 古境老巴刹民众联谊会就展开了一项内容非常庞大的文史调查和研究工作。 他们整个团队就走访了老街的新旧街坊, 把珍贵的口述历史还有生活记忆全部都给他记录下来, 集结成一本《双鱼的老巴刹》这本书, 然后记录着很多当代还有以前的我们老前辈们大半辈子的老街生活。 那我们的总策划人还有导演就在我们节目现场, 欢迎大刘还有吉祥,欢迎你们。 两位好。 首先想要来请教一下,两位,我们的老街到底是从哪里开始, 哪里终结?然后一共有几家店面? 对,其实我还蛮好奇,起点到底是应该以哪一条街为标准? 有标准的吗?其实这样看。 我们这次的标准主要就根据老巴刹民众联谊会的章程, 里面列出的十条街道,在这个范围里面继续做调查。 当然在回答刚才两位的问题之前, 我觉得是想提一个重点, 这我觉得古镜人应该要知道一个重点。 老巴刹的这个名词, 其实如果我们把时间把它推早, 到三四十年前或者更早以前, 老巴刹是一个当时古镜人都很熟悉的一个老名词。 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古镜的这个最早的这个老街区, 这个百年老街区, 它其实可以说是沙拉越最早的一个老区之一, 那么也是沙拉越最早的一个行政经济中心。 那么现在每次人家说到老巴刹, 他的一个理解就是说, 好,我们有一个旧法庭嘛,对不对? 旧法庭走右两边, 大家都会把左右两边所有的这个群当作是老巴刹。 但是在早期的时候就不是这样子分的。 早期的时候在旧法庭的左右两边, 它一个是老巴刹,一个是新巴刹。 哦,有新巴刹的? 对,有新巴刹。 好,新巴刹在哪里呢? 新巴刹就是指这个印度街,干密街的这边。 所以我们就说是在旧法庭的左边, 这个是新巴刹。 然后旧法庭的右边, 这个是老巴刹, 就是包括海泉街啦, 亚达街啦, 花香街啦, 到这个青山道, 这一带是老巴刹。 当然, 为什么他过去人会这样子分呢? 是因为除了这个青山道之外, 就是以海泉街和干密街来说呢, 它是在最早的时候出现的市集, 就是这两条街道。 存在的很多就是我们古境的老古境人的记忆啦。 是的。 是的。 其实在还没有变成一个旅游区之前, 可不可以紧急上大概跟我们讲一下以前的老杰的样子? 以前当然因为它其实如果我们要谈这个旅游区, 其实老巴刹, 它可以说是从1960年代开始, 它其实就已经算是一个旅游区。 因为那个也是沙拉业的旅游业, 刚开始的阶段, 就是在大概1960年代。 就是一个萌芽期。 对。 当时我已经, 因为我有访问过一些旅游街的老前辈, 那么他们说就是在70年代, 老街已经有一些特定的景点, 是在旅游行程里面的。 像比方说这个, 当时法庭, 法庭可能还不算。 还是变得残旧。 还不算。 对。 但是像欧院这些, 其实当时已经, 旅游路线里面已经包括了这些了。 所以当然, 当时来说, 这个老街赖以为生, 还不是靠游客, 就是还是以本地人。 它还是一个很纯的一个本地人, 一个生活场景。 那么游客只是穿插其中。 在那个年代, 我们知道的就是老巴刹有很多的土产杂货店, 尤其是在海泉街。 海泉街可以说是一个土产杂货店, 一个大本营。 所以到了大概90年代开始, 到那时候那种比较大的supermarket开始出现了。 那么这些土产杂货店, 就慢慢地就淘汰或者转型了, 就不在那边了。 所以我们就看到是说, 目前来说, 变化巨大的一条街道就是海泉街。 它整个已经变成就是旅游精品了, 有没有。 那么再来呢, 就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行业是工匠。 早年有很多的工匠。 做家私的。 对, 木匠啦, 或者做藤的啦, 或者做木鸡的啦, 或者做棺材的啦。 但是这一类的工匠都不会在海泉街出现。 因为海泉街可能当时它是一个黄金地带, 住进很高。 所以工匠一般就在后面。 所以就是在亚达街啦, 或者那几条小巷子。 工匠就很多, 就集中在这些地方。 像今天的游海街, 它其实早年可以说是木匠最密集的地方, 就是今天的游海街。 其实今天你还看到很多的家私店, 他们的前身其实就是木匠店。 但现在他们已经没有生产了? 有一些有, 但是它的工厂在其他地方。 在其他地方。 对,那边它就作为一个门市。 当然也有很多过去的一些行业, 一些手工业是消失的。 比如什么? 木鸡店。 木鸡店过去有三到五间。 所谓的木鸡店是我们穿的那个。 TAKYA。 TAKYA。 那个日本人遗留下来的, 对对对对。 算是他们的文化遗产。 对对。 那么再来还有就是做鞋的。 鞋装。 真正做鞋的。 我们有人做鞋子的啊? 过去有的。 做皮鞋。 哇! 这个我们真的是第一次听到的。 好像在电影里面才会看到的。 有有有,过去是有的。 做皮鞋啊? 对对对。 那皮是哪里来的? 是我们这边的当地原住民去鼓励的? 这个你就问倒我了。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我们这里不盛产皮鞋。 皮? 皮制品啊? 有啦有啦。 我相信还是。 当然。 算少数。 这种马来人原住民。 OKOK。 但是已经。 现在这个产业已经消失了。 我们的牛的皮应该也在做皮鞋。 哈哈哈。 但有机会有它去采访。 那么还有还有比方说做秤的。 过去做秤。 对对对。 现在好像还有一家。 在那个。 买卖。 大井县。 大井县。 那家是老秤店来的。 但是他们好像已经没有自己在动手做了。 好像很多老店的老板他们已经是没有在退休了。 自己去制作。 或者是这些手艺他们还在保留吗? 有很多其实都已经没有了。 他们都已经没有在做了。 他们其实是不知道怎么在卖现货。 对在卖现货。 所以其实这些都是。 都是很明显的一个改变。 然后也从应该也就90年代或者2000年开始吧。 replace掉这些传统店屋的。 就是民宿了。 民宿慢慢的增加了。 还有一些旅行社。 还有餐厅。 对餐厅。 对。 所以其实在90年代到2000多年可以说是老巴沙的一个转折的一个时间点。 就从一个原有的生活场景就转成是一个越来越旅游的一个区域。 当然这个转折它是一个时代的一个趋势使然。 因为从七八十年代开始。 其实我们知道古今的外围一直在发展。 外围越来越越大了。 所以住在老巴沙的人也开始往外迁移。 大家都买房子啊。都住到外面去了。 所以原有老巴沙的人口其实一直在分散。一直在减少。 而且外围的住宅区增加。商业区也增加。 所以以前你shopping。 你一定要来到老巴沙。 即便你是住在几十里外的原住民。 某一些东西你还是要来到巴沙这边买。 但是后来慢慢的你就不需要了。 除非要买些香料。 像我们买金买香料。 我们还是会想到老巴沙。 但是你现在选择就不是非得老巴沙。 就多了很多的选择。 很多选择了。 过去首选就是。 甚至是唯一的选择。 因为以前没有商业区。 在老巴沙之后最新的一个商业区大概就是佛罗安。 佛罗安之后可能就是洪庆河、亨亚兰这些地方。 后来到了八十年代,达邦加亚这些地方也跟着来了。 就越来越分散了。 那这样听下来的话, 会不会老巴沙接下来危机其实是会越来越多的挑战? 其实这个危机已经很久了。 是,当然了。 我是想说他们会不会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应对的方式。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我说老巴沙的未来其实相当明显。 他未来就是旅游。 旅游这个方向是他目前看起来的具体。 他是很明确的。 很明确的。 而我其实不太担心说老巴沙会整个消失掉。 他绝对不可能变成空城。 因为他的旅游的资源很丰富。 现在只是在于是说在这转型的过程中, 我们要直接把一个地方转成旅游不难。 但是我们要如何让它很smooth的转过去。 就是在转的过程里面, 我们不希望是说老巴沙变成是一个连锁店的天堂。 本地人全部不见了。 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他应该是说本地人本身的参与。 然后新的店家进去。 把新的idea带进去。 然后有一些老店家继续留在那边。 但是他们又要如何跟旅游做对接。 这个是一个难度。 但如果我们可以达成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这个老巴沙就可以以我们 普京人或者沙罗业本身的方式来去从事这个营业。 而不是引进很多的外资。 这是我们去外国, 看到很多的所谓的千年老街,百年老街。 有的时候我很怕看到那种。 我去那边, 我去买的东西, 我觉得在普京也可以买到。 或者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买到的那种。 比方说, 失去特色。 对,有一些品牌, 到处都有的。 但是我去到你的千年老街, 我看到都是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希望老巴沙不会变成是那样子。 我希望是说将来有一些的老街坊可以留下, 有些人可以留下。 因为人留下的故事就留在这一边。 所以我们说旅游它不过就是一个发展经济的手段。 但除了旅游之外, 我们还有很多别的东西。 比方说, 这几年我们在做这个老街导览, 我常常反复的强调一个点就是说, 老巴沙它其实它是一个, 我们要了解沙拉越历史。 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的地方历史。 它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户外学堂。 然后为什么我们要去认识这个东西呢? 就是, 当你知道自己的土地越多, 你就会更爱这个土地。 包括你会去珍惜这土地的一切, 包括你身边的人。 所以我觉得说今天古境是一个有人情味的地方。 我们自己很骄傲的这么以为。 可是我也看到很多其他地方来的一些朋友, 他们的feedback也是这样子。 这个我觉得很欣慰。 那么, 但是这个人情味是从哪里来的? 就是因为你我都知道彼此。 我们都有很多共同的故事, 共同的回忆。 所以我觉得老巴沙, 其实我们除了一直focus说, 它要发展留意, 它可以赚多少钱的同时, 其实我们还要看到是说, 去守护它。 另外一个对我们, 还有我们的下一代更重要的, 其实是这个点。 所以才有了这次的调研的记录的工作。 这个记录的工作, 其实已经开始了好几个月先。 其实这样说, 我觉得吉祥他一直以来都一直在老巴沙耕耘这一块。 他都在收集很多很多的管事文史的资料, 口述的历史都好。 至于大刘, 你在记录你的影片的过程当中, 你发现了什么? 其实我是古今人, 可是我对老巴沙的认知其实很少的。 为什么呢? 是没有机会还是? 其实有很多东西, 如果是没有人跟你跟你说, 大景象为什么叫大景象? 工匠节为什么叫工匠节? 然后他们那些的历史, 你不会刻意去要知道。 你不会主动去挖掘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这次做这个记录片, 其实我学了很多。 这次做记录片的好处就是, 你每做一步都知道了很多东西。 所以这个记录片, 真是很感谢吉祥, 他有feedback了很多的资料。 然后, 所以才能够这么顺利的完成。 你在拍摄的过程, 有没有遇到一些还蛮挑战的事情? 就是我们刚开始拍的时候, 就是在农历新年前, 每一天都在下雨。 所以那个schedule我们就delay了很多。 所以之后我们就是在新年后, 就赶快赶回那个schedule了。 其他方面是蛮顺利的啦, 就是说接法都很配合。 然后有很能干的团队, 伙伴、帮助。 然后就是ok。 然后就像刚才吉祥讲的啦, 当你去采访这些老街坊的时候, 他们的那个彼此认识啊, 那些人情味啊, 真的是很浓厚。 所以你很想好像甚至加入他们这样子。 对对, 然后彼此都认识彼此。 就好像我们开餐的时候, 我用着那个立昌的老阿嬷, 那个洛民乐园女士。 她说她用附近话说一句, 每人都会拔我, 没人会拔我。 证明大家都认识彼此啦。 所以那种这种感觉, 这种情怀我觉得, 我觉得现在很可能是在这个老街, 小街才会发生。 才会感受得到才会发生。 这真的是, 大家都认识彼此。 然后有一些访问啦, 像访问这个, 甲壁当临床证。 有一些我没有剪进去的, 就是说, 当有一些老街坊, 他们去世的时候啊, 他做了什么去帮这些老街坊送行。 他知道这些老街坊, 他喜欢在, 因为他是开咖啡店的嘛, 他喜欢吃他的什么东西啊, 就是在送行的时候, 他就是回来准备, 他最喜欢吃的东西, 在送行。 所以那种情怀, 我觉得是非常感动。 就是不管这个城市的变迁, 变得多大, 变化多大, 人来人去, 这些老街坊都在欸。 然后所有的人都认识这些老街坊。 重点是他们都还记得。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 因为如果以前要问我, 我不许, 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可能小学的老师都忘记了, 幼稚园的这些情况都忘记了。 谁会记得自己同桌喜欢吃什么? 是, 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 做这一次的文史的一个记录跟调查, 这个工作, 大家老街坊都很配合。 就是没有人会觉得。 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抵触的摄像头的啊。 对,你在打扰他们的时候。 当然会有, 坦白说是有的。 我们也有吃闭门羹的时候了。 但是我想我们都尊重了。 所以你会不会再去做记录游说? 啊, 还会了, 慢慢。 但是我, 我觉得我们, 其实我跟, 这一次的整个project, 其实我们是一个团队在做啦。 就是除了我们这个工作的团队之外, 还有一位, 也是一个灵魂人物。 就是这个, 阿巴莎联谊会的副主席。 但是这一次的, 这个project的, 主要的一个负责人就是蔡润泉。 蔡润泉先生。 那么, 其实我们是相当熟了, 因为我们是同一条街的人。 但我们其实在, 在做这一件事情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跟他啦, 还有后来我也跟大刘, 其实我们也, 大家都有一个共识, 就是说, 我们要怎么样让更多的老巴沙的接法出现。 出现在文字里面, 出现在影像前面, 我们要怎么样让他们更多的出现。 因为这个出现呢, 我想说, 它背后有几个意义。 一个意义就是说, 那就有更多人可以把它故事带出来。 这个很重要。 那么, 另外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 就有更多街坊, 他们透过参与, 他们会更加有概念。 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在做这什么? 文化的重要在哪里? 好理由, 可以怎么样配合。 因为我常常觉得说, 我们说我们要去发展一个地方啦, 还是什么? 它必须, 你必须要结合当地的一个特色, 还有当地人的一些想法。 那么这个东西, 它才能够真正得到更多的祝福。 我觉得那天我们推展里, 其实那个我们的部长, 就是Tatu Karim, 他其实有提了一些, 在台上有提了一些建议啦, 他说这边, 应该怎么样应该呢? 后来他讲了一句很好的话, 他说, 我虽然有很多这样的想法, 但是这个不应该是由我来讲。 还是要尊重你们。 他说这个应该是come from bottom, 我觉得他这句话说得很好。 很重要。 对,很重要。 我们常常很多的东西, 我们就会有一些用从外人的一个角度去想。 你们应该要怎么样? 你们应该要市场变成一个market, 一个夜市。 对,我做market了, 我做很多的event. Who are we? 我们是谁? 凭什么让我们来决定他们应该变成什么样? 而且你会觉得很好笑, 当你要去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们才是一种反观。 所以我们应该是以一个更正确的一个心态, 就是我们下去。 跟他们聊, 跟他们, 约他们一起。 好,要约他们一起。 来策划,来推动。 听听他们讲什么, 我们一直在调整。 慢慢。 然后come out一个是一个大家都喜欢的东西。 那么我们才能够把它做得发光。 大家都有这个热情, 而不是为了配合政府, 配合你们。 对,对,对。 这个很重要。 所以这个就是我每次常常会在说的, 就是这个就是一个社区, 社区教育。 不是谁教育了谁, 而是我们彼此互相教育。 其实老实说, 说到这个纪录片的拍摄, 我觉得我还蛮好奇的, 就是说因为我们要把原汁的原貌给拍下来, 但毕竟面对摄像头, 会不会一些受访者还是会有一点。 会觉得别扭。 或者是会有不刻意在演示的, 或者是有点演的, 表演成分, 你的注意是什么? 你有看到吗? 我觉得这个拍是蛮顺利的, 就是说可能在访问的过程中, 但你把那些灯设计好, 摄像机设计好, 不只一台啊, 两台啊, 所以访问者通常都会比较趋劲。 讲话, 言语和举止都会很照顾的, 很好作证啊, 讲话, 很趋势, 就会马上大脑去转, 说等一下我要讲什么。 对对对, 是不是? 就比如拍这个, 在加密大临床症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他真的是那种自证群。 但是他本身的性格不是这样子的, 你们都看过他私底下的。 他是很豪迈的啦, 所以包括在街上人都认识他, 他在那喊人啊这样子。 对对对对, 结果在拍摄久了之后, 他熟练, 他舒服的时候, 不是就放开了。 就放开了。 所以我把它剪在, 我们开场了。 嗯嗯嗯嗯嗯, 称呼他, 称呼他, 他就是这个这样的人。 哦, 所以, 我觉得难免啦, 对, 当你有摄像头的时候, 他们说话, 有些人都会有一点紧张。 嗯嗯嗯, 所以有时候拍这种剧肉片, 最大的挑战就是, 你将得到你的interviewee的信任。 对对对, 所以他们相信你的之后, 他就可以放开, 给你拍很多东西。 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这次是蛮顺利的, 他们愿意啊, 愿意share, 嗯嗯嗯, 然后他也愿意展现他自己。 嗯嗯嗯, 是, 现在在网上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而且非常的非常的感人。 然后我也想问一下大刘, 你在这拍摄的过程当中, 你是通过怎么样去引导他们, 可以愿意分享更多? 还是会先准备一系列的问题来, 等一下, 昂哥你这样讲, 是, 应该要怎么样通过你的镜头, 对镜头, 然后去建立跟他们的信任? 通常OK, 嗯, 其实做这剧片的时候, 我们都有一个, 我们叫treatment嘛, 嗯, 所以我们, 我们刚开始做就是做一个, 就是旁白的稿。 嗯, 所以基本上我们概念就是说, 这部片就是照着这个旁白的稿, 嗯, 就是一个friend work, 然后, 其他那种惊喜的东西呢, 就是真的是要靠这些受访者, 所以你要怎样子, 让这些受访者展现, 他们自己原有的性格, 那个是, 最重要还是要让他们觉得你是安全的, 你在访问他是安全的, 嗯,嗯,嗯, 所以他们觉得你是安全的, 你是有诚心的, 诚意的, 嗯, 他们就愿意放开那种自己, 让你躺得越多。 嗯, 有没有遇到放太开? 嗯, 其实贾病单是有一点放太开, 哈哈哈, 这个很多东西都不能剪进去, 哈哈哈, 就把它拉回来, 其实我们就让他展现了, 就是, 之后我们在剪辑的时候, 就是说, 有些, 就是放太开的话, 我们把它收起来, 嗯, 要过滤一下, 其实大刘在之前都已经拍过很多的, 这个所谓的, 生活的纪录片, 对, 包括很多的匠人方面, 他们的, 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专业, 那你怎么样, 把这次的project, 你拍的这个成品, 跟你以往做过的作品, 做一个区隔, 不要太像你以前的作品, 重复你之前做的一些, 风格。 我在, 好几年前有做一个, 呃, 那个是比较, 比较, 怎么说, 比较formal的那种, 呃, 就是说, 我的interview是做那边, 我把灯 set好, 他们的讲, 他们自己, 然后再穿插一些, 呃, 呃, touch vqo这样子, 嗯, 然后这次其实,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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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 呃, 还有机箱, 还有给了一些意见说, 他们比较想说, 看的比较生活化的, 呈现方式, 嗯, 所以比较生活化呈现方式, 就好像, 呃, 你就哪一个摄像机, 就是也没有三脚架, 就是你跟他们在做什么, 所以我觉得, 呃, 我觉得这种方式, 其实跟我比方拍摄, 是不一样, 不太一样, 所以就是流动式的, 流动式, 然后也很casual, 然后可能听到很晃, 可是我觉得, 晃也是一种美, 对, 其实观众也不怎么介意, 他们就是那种, 比较生活化, 然后看到你生活化的, 那个场景, 有时候他们, 有时候我们看一个纪录片, 拍的特别的正经的时候, 当然我们会很感叹, 真的很漂亮, 拍的非常好说, 真的很厉害, 那有时候看到一些晃动的时候, 我觉得这种是一种自然的, 对, 比较真实, 对, 你反而会觉得, 哦,跟我比较接近, 因为如果你拍的太严肃, 我反而会觉得有点, 好远啊, 很刺势, 很风陋的一个感觉, 他就好像在拍电影, 感觉上, 感觉上就是他的镜头, 就是你自己的眼睛, 对, 你跟着他摇, 是, 说到重点, 很带入了, 就是我们的摄影, 叫做一个POV嘛, Point of View, 其实是蛮powerful的, 所以, 我觉得最大区别就是, 我加进了很多这种方式, 而且之前我不太敢加入, 因为我, 有时候你拍摄那种, 你这样太晃啊, 然后你的那个亮度啊, 暗度也没有调好, 可是之后我发觉, 有时候观众不介意, 真的, 他们还蛮喜欢这样的方式, 对, 也是我过这一次的合作, 意外的一个收获, 对, 对, 那我们都知道, 疫情从去年开始到现在, 可以说是, 对, 我说我不想要在大家的, 伤口上撒盐, 但是我还是得问, 在这一个时间点, 做这样子的一个, 老巴沙的一个计划, 一个project, 我知道它是on-going的, 那它之后, 你们心里的预见, 它想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商品吗, 还是怎么样来让, 可能以后有机会, 让游客进来了之后, 来怎么样介绍这个老巴沙给他们? 呃, 其实这一次的这个, 这个project, 我们一直觉得说, 它就是一个开始, 只是一个开始, 对, 它后续会怎么样, 其实我们还没有, 还没有真正说去, 去策划到, 到那一层, 那么, 这一次我们在做的, 我们主要是focus, 在, 在这个重点, 就是第一, 就是我们要做一次, 比较完整一点的, 就是老巴沙的一个调查和研究, 就为什么叫文史调研, 嗯, 因为, 呃, 我们知道现在, 就是说, 人就是一代一代, 这样子替换, 嗯, 那么, 现在, 在老巴沙这边的, 好像说, 比方我们可以追溯得到的, 老人的回忆, 大概就是80多岁, 90多岁, 其实已经是不容易找了, 而且你还要找到它, 还可以很清楚的跟你交流的, 真的是不容易了, 嗯, 即便是90多岁的老人家, 它最远, 它被拘束的, 它有印象的, 也就是二战, 嗯, 更早以前, 你要它再聊拉扎, 其实它也是模糊, 它也只是听上一辈的说下来, 所以, 这一些故事, 如果我们再不去把它记录下来的话, 那么, 我们可以预见得到的是, 再多10年, 到时候的人再有心, 他很多东西, 他也很难再问他, 嗯, 那么, 目前, 手上的资料, 其实是, 其实是, 可以去发挥, 把这些材料都准备好, 然后, 我们呈现, 把它呈现出来, 嗯, 一直有人在做研究, 但是, 很多的论文, 这些, 就是, 普通人都看不到, 或者不会去看, 嗯, 所以, 我们这一次呢, 就是说, 我们尽量让它比较多样化的呈现, 有书, 有大流的这个纪录片, 嗯, 我们有地图, 有传单, 那么, 还有我们有网站, 那网站, 我们会继续再做, 再做, 其他的一些报导, 还有一个其实, 也蛮重要的, 就是, 我们这个阶段, 那我们会放, 在老巴沙的这个, 走廊的柱子上面, 放上40个的, 这个文化遗产的这个, 排扁, 嗯, 这个排扁, 那因为排扁很小, 它不能够, 介绍太多东西, 但是我们就用QR Code的方式, 哦, 把它连到我们的位置上面去, 科技化了, 所以这一次, 我们首先先挑的40个店面, 它主要是, 有一些排扁呢, 它是属于街巷的介绍, 嗯, 嗯, 有一些排扁, 它是属于名人的顾举, 嗯, 那名人的顾举, 我们主要是, 针对第一代, 而第二代的这个, 华人的先驱, 嗯, 比方王长水啦, 王游海啦, 嗯, 这个潮州人, 刘建发啦, 这些人他用过的店, 嗯,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 还有一些是那种, 百年老行业, 嗯, 或者是说, 它是一个比较, 我们比较确定, 我们想了很多年的事情, 怎么样把故事直接放上街头, 嗯, 不用我们每次去做导览, 哈哈哈, 因为导览是很累的一件事情, 对, 对, 哦, 这个老巴沙一共, 刚刚有聊到嘛, 是四百多家的这个店, 那这一次的进入测, 其实是收集到四十家, 对吗? 其实在营业中的, 大概是三百, 三百家左右吧, 就是真的在营业中, 所以算是这一次的, 这个收集资料的部分, 好像只是完成了十分之一, 哦, 是可以这样讲吗? 呃, 我们应该是这么说, 就是, 资料我们是会继续收集下去的, 嗯,嗯,嗯, 就因为现阶段, 虽然那天做了一个launching, 有的人以为我们已经大功告成了, 很多人觉得你们应该已经完成了,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做不完的, 嗯, 我们这一次总共啦, 如果我们说是用, 用这个product来说, 我们其实总共有五十多个product, 哦, 就包括, 单单在plug, 我们就有四十个, 哎, 这个四十个plug, 不是把plug装上去而已, 我们要去做内容, 这plug后面是要有内容的, 然后呢, 这样大流的这个纪录片, 总共也有五套, 所以路边只是出了第一套, 啊, 书是完成了, 啊, 书是完成了, 啊, 这个地图是完成的, 两份传单就是完成了, 那么, 啊, 啊, 接下来我们还在持续进行的, 就是这个, 这个大流的纪录片, 嗯, 还有网站的内容, 嗯, 那么还有,啊, 啊, 其实只上了一部分, 啊, 我们还有二十多片要要上, 嗯,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 啊, 壁画, 对, 壁画, 我们总共有三部, 三部的壁画, 目前呢, 是完成了第一部, 嗯, 毕竟整个project的真正的完结的时间, 是在今年尾, 哦, 对, 那么至于文史调查的这一块呢, 我们会继续, 就是配合这个project, 这些产品的制作, 我们会持续的就是继续去收集, 嗯, 所以我想即便十二月过后了, 嗯, 可能, 还是陆续都会有, 还是会继续的, 因为这个是不能够玩的, 来到节目的最后了, 身为老街的粉丝的我, 我们可以为老街, 我也喜欢老街啦, 我们都是老街的粉丝, 我们可以为老街的这个project, 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利, 对, 有什么建议, 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 或者是, 拉民众进来, 可以大家一起来, 共襄盛举的, 我觉得, 第一个大家可以, 第一点大家可以做的, 就是常常下去走走啦, 对, 对不对, 去那边吃东西也好啦, 或者去, 我觉得你可能去吃东西, 或者去买东西都好, 如果你可以常常去那边, 或者去跟那边的人, 大家要这样, 打招呼, 聊聊天, 我觉得其实也是, 可是现在的年轻人, 好像对于跟陌生人聊天这些事情, 有一点小小的障碍, 像, OK, 像你们两位, 一定是有一些经验了, 通过这一次的project, 当然, 经常都不用说了, 都变成朋友, 对, 那你们有没有一些, 可能, 比较简单的小pepper, 可以分享给年轻的听众, 如果说, 他们想要跟这些老前辈, 打交道, 聊天, 其实他们可以怎样去, 开始这些事情? 哦, 老板娘的咖啰面很好, 哈哈哈, 赞美, 就是赞美啊, 说好话, 你没有人会, 每次最难的就是第一步, 第一步是最难的, 因为这本来, 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你去喝奶茶, 因为奶茶店去多了几次, 你可能也会跟奶茶店里面, 那位小哥哥小姐姐多聊几句, 就是这样子, 你是常去, 你就很自然而然, 就会有这种事情的发生, 当然这个是开玩笑的说法, 如果我们说要比较认真, 我觉得, 谁其实都可以, 为老巴沙做一些你喜欢的事情, 我觉得还是要你喜欢的事情, 我们不能说做得很苦, 做得很苦就是去意义的, 对, 你觉得好像说比方是说, 像我觉得, 两位今天就在为老巴沙做事情, 有没有, 透过你们的平台, 让更多人知道, 这个来龙去买, 所以, 对我来说, 其实, 这个project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真的, 我非常的感谢这个旅游部的赞助, 非常的, 谢谢老巴沙联谊会的信任, 让我们可以去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说,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就是我们这一班朋友, 大家其实, 不是为了, 因为这个project, 才临时凑合起来了, 我们其实, 这么多年来, 我们常常在聊, 在车大炮的时候, 都在想, 可以做这个, 可以做那个, 但是过去仅止于车大炮, 完全本来是更紧, 所以要定在这个, 元宵节的, 后来因为疫情的关系, 又成年了, 所以我们其实整个project, 一直在被那个疫情, 搞到, 一直在被打乱, 一直在re schedule, 但是, 很, 很幸运的, 这个真的是有点幸运, 就是说我们还是在, 期限里面, 完成了该完成的那个部分, 当然我想说, 可能会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可能会有一些不足, 但我们虚心, 虚心接受, 就希望说, 接下来未完的那些, 不用那么敢, 可以把它做得更好一点, 所以我, 我是觉得说, 任何人, 我们其实, 大家都带着idea来的, 但是, 记得我们, 今天要做的这个东西, 是要守护, 原有的东西, 把原有的东西, 发扬光大, 而不是改变它, 对, 这个才会更有意义, 其实当初在看到, 老巴虾这个project的时候, 我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我说, 哇,终于等到了, 其实小芬几年前, 也有建议我一些的东西, 所以大家都很关心, 我非常喜欢逛老巴虾, 都很喜欢老巴虾, 你经常有默在那里, 因为我小时候, 我就在那边玩的, 因为我妈曾经在那边工作, 所以我对老巴虾, 也有很深的一个情感, 对,我们家人都是, 想到要吃鱼丸面, 第一个就会想到老巴虾, 所以已经打成一片都认识了, 所以我就觉得, 看到这个老巴虾这样子, 非常成功的launching了, 然后也出了这本书, 虽然不够啦, 希望多多印刷, 多几本多一些, 我会跟总统帮你一下, 因为这些都是我们以后, 介绍给国内外的朋友, 亲朋好友, 或者是, 或者是这些游客们, potential的游客们, 很重要的一个资料, 它真的是一本旅游书, 除了知道这个, 很漂亮房子的结构啊, 干嘛干嘛, 你要知道背后的故事, 这些人他们的这些背景, 所以我觉得谢谢你们, 造成了这一个非常美的计划, 也希望你们陆陆续续, 还会有更多的, 我们会更加期待, 接下来的成品出来,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